美華案的最新進展 有一點關於美華案的最新進展 或者現在說吧 美華案的最新進展 公屋那邊也分配給他 至於可不可以拿回原本那間 律師正在跟進 聽上去都正面 但我都怕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公屋就上了 但原本那間是否可以拿回呢 暫時聽上去就正面 但這些律師都是在跟進 長期去鬥爭 都希望最後可以拿回 好 暫時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 現在我們的法律團隊就停了一切工作 就不會再支援 因為既然美華已經簽了這份同意書 交給其他機構或其他人士去處理 我們就不會想造成一些像搶著他做事 搶著他做事 其他的可以幫到手 例如我關注一下他的生活情況 有什麽其他人可以幫他 我可以幫他 我希望真的有人 或者團體真的有效地幫他 不要造成一些混亂的情況 令到那件事件發展得更困難 其實這份同意書的出現 其實會令到坊間其他律師團隊 就不會再插手 因為既然這份文件 同意了水庫尼署 幫他跟進所有法律的事項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清晰的指示 所以其他律師的團隊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不太適合介入 因為法律雲座是一個政府機構 因此他在申請的過程當中要審批 審批完之後 跟著他又要委派一些律師或大律師 這個時間可能會長久一點